如果你要用SRT档去当字幕 然后你不想要有内签字幕的话 你就 就是他那个 影片你还没上字幕的时候先输出一次 先输出一次那那一次就是没有字幕的 然后你上了字幕之后再输出一次 就会有那个字幕 那因为你的剪辑没有改过 所以你的那个时间轴都会是对的 所以这个就就是这样处理 你要全新剪辑就直接按开始创作啊 那你原先的进度就是在这里啊 他都自动储存了 你就不用担心会不见 因为刚刚一直展开 他一进来没有跳过这个部分 是是是 好啊这边可以重新命名啊 如果你怕那个忘记这个什么名字 重要的专案你就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在那个点点点的地方这个地方 好那所以基本上他会自动帮你存档 你每一次的编辑他都会帮你存成一个进度档 所以你原则上不用担心你的进度 他也没有一个特别需要储存进度的地方 你如果要是新的剪辑你就直接按这里 好所以剪辑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回到刚刚字幕这边 刚刚这个字幕啊它是减是简体的 是简体的 所以请各位开启你的Word 然后去把刚刚那个字幕档把这个字幕档打开 好所以档案开启就打 然后看你刚刚存在哪里 好那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字幕档 因为他是那个TXT的档案 那你的Word这边呢 他可能会会是这样 所有Word的文件 所以你只能看到Word 看不到其他档 那你就把这个地方改成所有档案 好他就所有的档案都看得到 你就可以选到你的那个SRT的档案 好所以请你把它打开 开启 好那他会问你哦 问你这个编码方式要不要换 好要不要换 那我们原则上就是按照原来的预设 Unicode UTF8 这个是在 这是万国码 就是在那个 简体那边 简印那边生成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个编码 所以你都不要换 好都不要换 直接按确定 好直接按确定就好了 好请各位用Word把你刚刚的SRT打开 那个邱文老师 如果要上两种文字的话 我们一般上字幕都会只有上一排 如果你要上两排我会建议你就是 你那个繁体一定会上嘛 你另外一排你就用那个万国字幕的方式处理 就是用YouTube上字幕的方式处理 这样就会有两排 但是那个内签的那一排就不能换 但是第二排那个YouTube万国字幕那边就可以自动变 自动帮你做翻译 应该很少人会需要做到两排字幕吧 好那如果有额外需求的话 你就他那边有那个另外额外上字幕 你也可以一句句这样打 或者是 我这边他好像没有两排字幕的功能 你到那个威力导演看看有没有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你先预设 你先预设的那个字幕档先做输出 输出完以后 你再用那个档案做剪辑 再上另外一排字幕 这样就可以有两排字幕 他的位置是可以调的 所以你可以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所以就是需要一点变化 需要一点变化应用 应用 好 然后 陈老师说 字幕选SRT但是输出后只有影片没有看见 存字档 应该不会哦 你可能要再检查一下 应该是两个档案都会有 你检查一下你那个存档的位置 然后刚刚有射封面输出会有另外一个封面 这个我倒是没有用过 因为我 应该是会有另外一个封面档 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 因为他既然是有射封面 他另外输出的那个封面档案 应该就是要给你在YouTube里面 放在那个影片的前面 我们在YouTube里面 他的那个封面是可以另外上的 所以那个部分是可以另外上的 所以这应该是正常的 那其实我个人习惯是 用Canva做一个漂亮的封面 因为你看那个外面的YouTube 他们的那个 每次在YouTube上面出现他们的影片的时候 那个封面都很迷人 你才会吸引你想要去看 所以那个通常那个封面 我们会另外再做设计 如果是课程其实就没有那么讲究 好 那各位都打开了 那现在你的这个档案是简体字 是简体字 那所以呢 你在那个工具 在教育这个地方 教育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边就有简转帆 看到吗 这个太神奇了 教育的选项底下 简转帆 有没有人还没找到 因为word大家都会嘛 所以讲word比较快 好 所以你就选这一个简转帆的工具 简转帆的工具 所以当你选了这个简转帆之后呢 你再看一下你的文件 哇全部都变繁体了 全部都变繁体了 所以这时候只要存档就好 所以你就按一下储存 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改成word格式啊什么什么什么一堆 然后要保留格式设定就按for 然后他会用最新的word再储存一个副本 你就不要管他 你就直接按4 就把它盖过去就好了 把它盖过去 那所以你word的存完之后 你word的存完之后 这个里面的字体应该就是繁体字 你可以点两下再开来看 现在就全部变繁体了 那这个繁体的字幕才是我们YouTube要上的字幕 好 各位看一下 我们给各位 现在快三点了 我们休息10分钟 那各位老师把字幕处理好 那有需要上厕所就上一下厕所 那我们这个3点07分 再回到现场 感谢各位3点07分 李老师问那个字幕重叠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内签的字幕 你的内签的这个字幕啊 跟你那个YouTube到时候要放 就是你在播放软体放字幕的时候会重叠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会重叠呢 其实他的位置是可以调的 但是你内签字幕的那个调整 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在你的字幕 文本这边 文本这边文字刚刚调那个字体嘛 调字体然后 这边有调大小 然后有调 样式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小位置 有没有 这个Y的值就是上下的值 上下的位置 所以你在这里去做调整 那个这个字的位置的上下位置就会做调整 所以我们你刚会下面会重叠 那我们就把它往上 往上一些 那它是整体改变的 整体改变的 所以你调上去之后呢 它就整体就一起变了 好那个吴老师问 如果错字没有在简印里面改 在Word里面改可以吗 这会有两个状况 就是第一个 你的那个简印里面的内签的字就会是错的 然后那个SRT字幕是将来我们要传到YouTube里面的嘛 所以如果你只改那边 你的上传YouTube的字幕会是对的 但是内签的会是错的 就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错字先在里面改好 然后它输出的时候是正确的字嘛 就已经是正确的字 只是它是变成简体 那我们就透过Word的工具把它翻成繁体就好 这样也是一变工了 不用做两变 好 那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么当你刚刚我们已经这个简转繁了 已经变成繁体 那这个字幕档就等一下上传那个YT就要用到 好那所以我们就完成第二个那个剪辑最复杂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你要上传YouTube的部分